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Austin的打蛋器 打蛋器它的設計很簡單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中心的驅動軸 接著打蛋球 打蛋鋼盆 它的使用很簡單 首先我們將驅動軸U字型的位置 插入我們的控制器內 再來將我們的打蛋盆 放置我們的主機內 放置主機內 再來將我們的打蛋球 放置我們的驅動軸上 當我們整個形體都穩固之後 即可使用 打蛋器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打蛋器使用在打蛋打鮮奶油 做使用切物去打麵糊或麵糰 那再來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跟剛剛我們麵糰的控制是一樣的 首先我們左邊是我們開關的控制器 右邊是我們速度的控制器 我們要開啟的時候 順時間旋轉 這樣即可操作 再來如果說我們要做計時的動作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控制器再往下順時針做旋轉 我們最多可以調整到12分鐘 15分鐘 它的控制時間 時間的部分 速度的部分 我們無段變速 低中高速 我們打蛋最多可以用到最高速 好 好 好